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共三中全会节目 最近的中共 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谓是波涛汹涌 令人瞠目结舌 从前国防部长为凤和被指控通敌 成为党国奇耻大辱 到李尚福的行贿丑闻浮出水面 再到军报罕见大骂部队高层 这些事件无不揭示了中共内部的深层次腐败和权力斗争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 但这些措施是否真能解决中共内部的问题 仍然是个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我们今天特别节目《中共三中全会》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中共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复杂权力斗争和社会经济背景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明镜电视的几篇报道 详细介绍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军队腐败以及习近平的政治策略 这些事件不仅牵动了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 也对中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让我们回顾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内部发生的两件重要事件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指控通敌 以及李尚福的行贿丑闻 魏凤和被指控已被敌对势力收买 这一指控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重大打击 更是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的一次严重冲击 魏凤和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中共党国的极大侮辱 反映出中共内部严重的腐败和权力斗争问题 李尚福涉嫌行贿多个军委委员 以确保自己的升迁 这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军队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纠葛 据报道 李尚福的提拔需要军委政治部的考察意见 而这一过程中 他不得不向包括苗华在内的多名高层人物行贿 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 也让苗华等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和危险 最近 何鸿军被任命为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并被提拔为上将 这一人事变动引发了诸多猜测 进一步说明军队高层正处于一场大清洗之中 与此同时 军报罕见地对部队高层进行了严厉批评 指责他们缺乏战斗力 无法打赢战斗 这种公开的批评不仅罕见 还反映了中共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包括腐败 无能和缺乏战斗力 军报的批评显示 习近平对军队现状深感不满 试图通过整肃和改革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 这些事件的发生 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已非常严重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同时也是为了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 然而 这些措施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共内部的问题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进一部分析这些事件时 我们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今年 中国面临严重的洪水危机 数百万人民无家可归 然而 政府的应对措施却显得非常无力 地方官员忙于保住自己的职位 中央政府则忙于维稳 真正的救灾行动迟迟未见 这不仅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一步降低 也揭示了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多项关键经济数据创下历史新低 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 企业倒闭潮等问题层出不穷 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政府的十年计划虽然雄心勃勃 但缺乏具体可行的措施 人民的生活困境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在对外政策方面 中国政府的统战策略也遭遇了重大挫折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尽管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 试图拉拢台湾民众 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异国人 这种异国认同反而在增强 这一趋势不仅表明中国政府的统战策略失败 也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 已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 习近平通过反腐和极权措施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 但是否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仍是各位之数 同时 经济困局和治理危机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总结来说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登场 但真正的挑战依然存在 习近平面临的不仅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 还有外部的治理危机和经济困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决定中共政权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以及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评论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影响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近期的中共政治舞台上 习近平主持的三中全会成为了焦点 此次会议不仅涉及重要的政治决策 还因为一系列震撼的事件和指控 引发了广泛关注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指控通敌 这一指控对中共政权构成严重打击 显露了中共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 根据官方的起诉书 魏凤和可能已被敌对势力收买 这一指控不仅对其个人声誉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也被视为对中共党国的极大侮辱 同时李尚福的行贿丑闻也被曝光 李尚福被指向多个军委委员行贿 以确保升迁顺利通过 这一行为揭示了中共官场的腐败现象 显示出在中共官场中 升迁不仅需要提名 还需得到其他高层认可 李尚福不得不像包括 曾是其顶头上司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等人行贿 反映出官场内部勾结和权力交换的普遍性 军报罕见的大骂部队高层 指责他们无能和腐败 这一批评不仅针对个别高层 更是对整个军队体系的一次深刻反思 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如腐败和缺乏战斗力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这些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揭示了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 同时清除腐败分子 然而这些措施能否真正解决中共内部的问题 仍是未知数 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面临严峻挑战 在三中全会前 多项关键经济数据创下历史新低 显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压力 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和企业倒闭潮等问题层出不穷 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 根据最新调查 超过70%的中国人认为 当前政权不公正 这一数据凸显了社会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失望情绪 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问题 未能有效解决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 中共的统战策略也遭遇重大挫折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 试图拉拢台湾民众 但效果适得其反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异国人 这种认同反而在增强 总的来说 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和实施的政策 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面临巨大挑战 统战策略也遭遇挫折 三中全会所采取的措施 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仍需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好 我 楚天书 今天要讲的是三中全会的惊人变革 首先 魏凤和被指控通敌 这可是中共政权的一大耻辱 但这也恰好说明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是多么的深入和有效 那些老虎苍蝇一个也逃不掉 无论它们多有权势 多隐蔽 都会被揪出来 就像古代的包工 铁面无私 谁都不放过 哼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太乐观了 你说习近平是包工 可问题是 这场反腐运动更像是一场宫廷内斗 斗的是权力 不是腐败 魏凤和的倒台 不过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清廉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 表面风光 内部却腐败不堪 这种斗争最终只会让人民受苦 谢琪琪 别急啊 你是不是忘了 反腐可是党的长期任务 看看军报对高层的批评 那可不是装样子 是真刀真枪的指出问题 习近平的反腐 不仅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 还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你可以质疑他的动机 但不可否认成果 这就像当年秦始皇的法家政策 虽然手段严苛 但国家确实强大了 哈哈 楚天书 你真会找历史典故 但是 秦始皇之后呢 他的暴政引发了什么 陈胜吴广起义 天下大乱 你说习近平的反腐提升战斗力 可是人民信任早已崩塌 洪水危机 经济困局 这些都是权力集中的结果 你这样看问题 只是盲人摸象 70%的人认为政权不公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谢奇奇 即使70%的人认为政权不公 那也是因为改革的步伐太快 利益格局被打破 难免有人不适应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像邓小平当年推行市场经济 短期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你说洪水危机那是自然灾害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避免 至于经济困局 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 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真是太轻描淡写了 自然灾害 那政府的应对措施呢 洪水来了 官员们忙着保屋纱帽 百姓的生命安全谁来管 至于全球经济形势不好 这更像是借口 你只看到了表面 实际问题是制度的不公正和腐败 蔡元培曾说过 改革如同一把双刃剑 用得不好会伤了自己 这话放在今天再合适不过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官场周围》和《洪水滔天》与权力游戏的终极较量特别节目 最近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让我们目瞪口呆 就连我这位资深分析师也忍不住感叹 这场权力斗争简直像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惊悚大片 首先我们得聊聊这次三中全会 习近平在全会上大刀阔斧地清洗党内腐败分子 尤其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指控通敌 这不只是打脸 更是打击 魏凤和据说被敌对势力收买 成了党国的奇耻大辱 要知道 这样的指控在中共内部是极为严重的 相当于在火山口上跳舞 通过此事 我们也看到了中共内部那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与阴谋 与此同时 李尚福的行贿丑闻也浮出水面 说起这个李尚福 他简直就是个行贿小能手 不仅得给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上贡 还得讨好其他军委委员 真是为了升官 那叫一个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现在看来 习近平手里已经握有不少证据 描划的处境也很危险 军委政治部的变动 尤其是和红军的突然升迁 更是引发了各种猜测 军报也不甘寂寞 罕见的大骂 部队高层打不了胜仗 这简直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扇了那些高层几个耳光 军报这番指责 不仅是对军队高层的批评 更是揭示了中共军队内部那深层次的腐败 无能和缺乏战斗力的问题 这势必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思与改革 但效果如何 还得拭目以待 再来聊聊这期《洪水滔天》与权力游戏的终极较量节目 你可别被那些宏大的十年计划和经济目标所迷惑 中国目前的情况 简直就是水深火热 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啊 今年的洪水问题尤为严重 无数村庄和城市被淹没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而政府的应对措施却显得无力 地方官员忙于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中央政府则忙于维稳 真正的救灾行动却迟迟未见 人民的怒火正在积聚 随时可能爆发 习近平的应对策略看似一个字 抓 从反腐行动到军队掌控 习近平正在一步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反腐大戏让无数官员落马 但这也让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这不仅是一场权力游戏的终极较量 更是习近平与反对势力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 然而 真正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 经济困局让无数人失业 生活困难重重 政府的十年计划看似宏大 但实际却缺乏可行性 人民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最后 我们得提到习近平这位权力巨授 最新调查显示 超过70%的中国人认为 当前政权不公正 这无疑为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 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前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显得尤为惨淡 多项关键经济数据 创下历史新低 包括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 企业倒闭潮等 这些都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 对外政策方面 中国的统战策略也遭遇了重大挫折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尽管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 试图拉拢台湾民众 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异国人 这种异国认同反而在增强 总的来说 不论是内部的权力斗争 还是外部的统战挫折 中共政权都显得举步维艰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的举措 能否真正带来改变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权力游戏的终极较量远位结束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明镜新闻台和六度简报 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